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夜内曝光肖战将大战电影圈 香港两大导演同时相众,力争影帝。 近日,网上关于肖战各种各样的爆料层出不穷, 其中有一位夜内媒体发文曝光青年演员肖战将大战电影圈 顾名思义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电影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射雕英雄传德显紧致还是网上的爆料。 值得一提的是,夜内还透露目前已经有香港两大导演同时相众了肖战, 都想和肖战促成合作,力争影帝,是真是假并不清楚。 据悉,夜内媒体发文曝光肖战将大战电影圈, 接下来的工作要围绕电影开展,拍完《德显紧致》后, 香港已经有两大导演同时相众了肖战,想和肖战合作文艺片力争影帝, 许安华就是其中之一,这段时间爆料非常热烈。 对于肖战来说,还是那句话,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条不紊进行中, 专注于眼前的德显紧致,至于后续情况,等待肖战揭晓。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也是这种态度, 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肖战的演艺事业不会中断, 会一直如火如荼进行中,再加上肖战的初心和使命也一直都在拍戏上。 但是肖战太红了,这就导致网上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消息, 都需要牢记跟着官方走这个真理。 总之祝福肖战,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会越来越好, 能够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这段时间肖战一直都在德显紧致剧组拍戏,有一段时间了,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期待早日顺利杀青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力争影帝,值得信任。 业内力挺肖战被质疑一碗水不端平。 回应称肖战很配,真诚善良。 近日,业内有一家媒体因为平平安利肖战而被扣上了一碗水不端平的帽子, 不断有黑子开始质疑,结果还是自取其辱,业内霸气回应称肖战很配, 是能够打动自己的优质偶像。 值得一提的是,业内在回应的同时,还夸赞肖战真诚善良,干净踏实, 人品媒地说,愿意助肖战一臂之力,这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 据悉,随着肖战的演艺事业越来越红红火火,肖战得到了全方位的高度认可, 一众媒体和博主都在安利肖战好消息,这个时候有一家业内却因为力挺肖战而被质疑一碗水不端平, 顾名思义就是知安利肖战而对其他艺人不管不问。 受到质疑后,业内也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大致意思是说肖战配得上自己的宠爱, 真诚善良,实力出众,干净踏实,这样的好艺人,自然值得支持。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肖战确实很配,事实上大家也都非常喜欢肖战, 一直都在安利肖战,这有什么问题吗?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这些都得到了公认,连央视都认证肖战是主流,这有什么错? 总之祝福肖战,还是那句话,越是诋毁肖战和肖战的支持者, 越是会力挺肖战,就是这么强硬。如今的肖战,一路走来都在披荆斩棘, 克服了重重困难,这样的肖战,注定无所畏惧,未来的肖战,注定会所向披靡, 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肖战很配,未来可期。 肖战粉丝神奇的追星行为震惊路人,主打追正主和正主无关。有路人总结了肖战家追星的神奇追星现象。 他们说巨星家真的很神奇呀,寻演的是立牌,保镖保护的是广告海报, 名画和本人在一起粉丝选择的是名画,肖战演唱会和生日肖战不用到场。 粉丝自己嗨到不行。这个总结还真是笑到了一众人。作为肖战粉丝的议员,我惊讶的发现还的确如此。 最近的肖战商务宣发形成了内卷。肖战代言的各大高奢品牌的广扑的到处都是,主打就是无处不肖战,处处有肖战。 最为夸张的是前段时间骨持在静安寺的大地广,还配了保镖和站岗的,大家排队前去打卡。 的广配保镖,肖战应该是内娱第一人吧。 正主无需亲自出来营业,粉丝们自娱自乐,一样把追星搞得的热气腾腾,热热闹闹的。 最近肖战的演唱会也是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主打就是肖战不用来。 肖战粉丝追星主打就是粉丝和正主互不打扰,大家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这个追星模式内于绝对仅此一家。 肖战在剧组辛苦拍戏,粉丝在自娱自乐自产自消。 整手工的,搞剪纸的,开party的,做工艺的,大家可以围绕肖战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主题都是肖战,但肖战无需露面。 记得肖战32岁生日的时候,各种活动可谓相当丰富。 32成公益接力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贺生辰活动,活动持续数月,特别有意义。 目前,这个公益接力活动已经形成了肖战粉丝的一个传统项目了,肖战33生日之际,这个接力行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除此之外,各地粉丝的聚餐团建活动也好不热闹。 大家还开玩笑地说肖战剧组辛苦搬砖,粉丝欢天喜地聚餐,你累你的,我了我的,互不打扰。 真的很喜欢这种追星的氛围。 偶像在这里实实在在成了大家业余生活里最温暖的存在。 理性克制下一样有着挚爱深情。肖战这群可爱粉丝们的追星方式能够保证肖战即便在低调神隐的日子也能保持相当的热度。 有这样的一群粉丝的保驾护航,肖战当然还能再顶很多很多很多年。 时尚与风范,肖战的时尚之旅。在当今娱乐圈,提到时尚,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肖战。 自陈情令爆红以来,肖战不仅成为了国民男神,更因其出众的时尚感而被关以时尚icon的美誉。 一,从新人到时尚宠儿。2018年,肖战在亚洲最时尚面孔评选中位列亚洲第二、中国第一,尽管当时他还是一名相对低调的新进艺人,但这份荣誉无疑是对其实力的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肖战在娱乐圈的地位逐渐稳固,他的时尚之路也越走越宽广。 二,时尚的多元化表达。肖战的时尚风格多样,无论是正式的西装革履,还是休闲的街头风,甚至是极简的白色POLO衫,他都能够驾驭自如,展现出不同的风采。 2024年,肖战身着纯白POLO衫的造型,就像是一股清新的春风,再次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这种简约而不简单的搭配,展现了他的成熟稳重,同时也透露出一丝随性不羁的气息。 三,时尚界的认可。肖战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在国际上也获得了高度认可。 2023年,他被评选为全球100名时尚界领军人物之一,位列第20位,这一成绩不仅体现了他在时尚界的影响力,也标志着他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代表中国时尚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四,从流量明星到实力派。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从一个流量明星到被广泛认可的实力派,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稳健。肖战不仅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更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他全身心投入到演艺事业中,这种专注和敬业的态度也体现在他对时尚的理解上。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日常穿搭,肖战总能给人带来惊喜,这也让他成为了众多品牌青睐的合作对象。 五,时尚背后的意义。肖战的时尚之路不仅仅是关于外表的装饰,更多的是关于个人品味和生活态度的体现。 在他看来,时尚是一种表达自我,展现个性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服装搭配,肖战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这也是他深受广大粉丝喜爱的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肖战已经成为了一位兼具实力与影响力的多妻艺人。 他在时尚领域取得的成绩,不仅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认可,也是对当代青年审美趋势的一种反应。肖战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不仅仅是追随潮流,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并以此来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肖战在时尚领域有更多的尝试与突破,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时尚icon,他都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呈现。 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请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